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想和大家拍一輯 我兒子終於六個月了 幾經辛苦 終於照大我寶寶 六個月 之前也有拍過 但因為我發覺段片太長 我們就想簡短去 就想分享我們這六個月的近況 因為很少去分享我們的近況 其實這六個月的確是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沒有四大長老幫忙 也沒有Tony的家人幫忙 都是靠我們輪樓照顧的 有些人都好奇 我們兩個為什麼可以輪樓照顧得這麼好 其實都是神奇恩典 因為第一 寶寶真的很乖 真的很乖 他都很聽我們說的 他又吃得又睡得 最初有點障礙 就是他有黃膽 之後呢 老公又拿了三個月大駕陪我 因為之前一直以來都很緊張 怎麼辦 沒有人幫我們 加上我要照顧自己 因為傷口很痛 我曾經都哭過 說不開心過 是不是老公 嗯 我們兩個都 在照顧小朋友上面 都有吵架的 都在做監務方面吵架的 都是神奇恩典 都是那句 那 那 不如 Tony 你說一下 你現在這六個月來 由你 陪我生孩子 到放假 到現在回公三個月 你覺得這段時間 對 你分享一下自己的事 嗯 嗯 嗯 同學一起長大 又去 嗯 不懂 看到我們 後那個 兩個月 看不到就是聽聲 嗯 那 經常都 哭 但是哭不知道他 是為了什麼 哭 因為 都是那三件事 但是你不知道是 哭了 或者 啊 肚餓 或者 硬睡 現在就明朗一點 他就 肚餓 就肚餓 肚餓 你測試到他肚餓 睡覺 就打哭露 就是做一些 小小的動作 給你知道 柯士 就更加能聞到 那些 有食物是固體食物 那些 臭味是不同的 那你聞就聞到 那現在真的 變成 都是 有了 三面的發生 但是 三面的發生 那時候都很容易 知道他 是 分類到哪些 是哪些 都是 因為開頭我們都很 拿手不成勢 那因為 嗯 因為 他哭 他真的不太懂 他說沒有一些 特別的小動作 除了 開頭我同學說 不如 嘗試用些手指尾 這樣 這樣攪拌 他會馬大後 我們就知道 他會肚餓 但因為 隨著他大過 這個方法就不成功了 那我們就經常都 猜猜猜猜 究竟是不是 奶尿呢 是不是片片 有時候會裝一下 這樣 但現在真的大過了很多 由他踏入第三個月開始 其實他的情況 是越來越進步 我其實都 很開心的 那開頭我自己 跟老公都要適應 因為開頭 大部分主力 我們怎樣分工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力 其實是我煮飯 因為 我老公就 不太懂得煮飯 那我們又住郊區 所以 叫外賣 多數都是叫西人的食物 但是 因為 我們都是第一胎 第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都有很多前輩 都告訴我 千萬不要吃一些 不健康的食物 吃多些健康的食物 但是 你都知道 兩個人照著一個嬰兒 真的不容易 還要煮給自己 還要吃健康些 你傷口痛都已經很辛苦 還要煮健康些 就更加麻煩了 但是 神奇恩典 都度過了 頭一兩個月最難捱的事 頭六至八個星期 那時候 我們就 我煮飯 煮一些很有營養的食物 我老公就出去買菜 那 然後 家頭細毛 有時候做到就做 因為我們的確是不夠睡的 那 洗碗機 這個問題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有洗碗機 但是 因為 Toni是一直 之前 我未來美國之前 他一直都是吃外賣 所以他從來都沒有用過洗碗機 都是一個問題 因為一怕一用 就會滲水出來 整個水泡 或者壞機 之類的東西 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用 一路靠人手洗 那我老公就不是很喜歡 很fancy 這個洗碗 變了我又要洗碗 那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都有吵架 之後 就隨著我自己的身體好些 休養好些 突然兒子又開始大 所以我們就有 出街啊 等等 那 主力分工就是 他有幫忙洗碗 不是幫忙洗衣 浪衣 偶爾有吸塵 拖地 還有買菜 那我呢 就主力是 做洗碗 洗碗 還有煮飯 那 還有 輪流一起幫嬰兒洗澡 多數都是一起的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看到 嬰兒很新 好像整塊粉團 我們都很害怕 那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適應了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在這六個月裡 除了開頭照顧適應之外 不夠份之外 我想最大的困難 就是 老公上班 接手那一刻 因為一直以來 都是兒子的 是老公照顧的 因為我自己的老公 就給我休息 老公就幫忙餵奶 換影片 幫忙洗澡 之類的東西 所以 一接手我老公上班 真的沒了 我很擔心 就是兒子就是喜歡老公 就是喜歡爸爸多一點 多過我 那一開始真的有這回事 因為兒子突然之間 又不太願意讓我抱 一抱他就哭得很七彩 但現在就好了很多 這三個月經過我訓練 所以他又懂得爬 又懂得爬 不是懂得爬 就是他懂得給反應 又跟我說話 又說 嘔嘔嘔嘔 而且 因為那時候老公 剛剛上班的時候 他轉姦轉得很厲害 所以我是超級頭癢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現在就好了 不過對我老公來說 都很大的挑戰 現在回夜間 開頭的時候 你又交代一下你 因為你的朋友 都可能想知道你自己的情況 回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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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 DM 到7時 到7時 到8時 到8時 對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老公 回什麼家 因為之前我老公是回夜間 現在呢 為了照顧我 照顧我 因為我雖然是考車牌 但是有時候 急起上來 如果兒子有什麼事 我個人一緊張 就會很慌亂 所以 有老公在陣著 就幫忙開車 會好些 因為日後 只可以看到醫生 晚上 你去急症室 其實都是要等的 所以 老公就很好 轉了凌晨間 但是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 因為開頭 晚上 因為兒子還沒嫁奶 又經常哭 隔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就是他有睡很長的時間 睡五個小時 然後又醒了 然後睡幾個小時 又醒了 變了 其實我晚上又不是很睡到 想著晚上好好休息的時候 可以給老公 以前就是 但是現在 因為老公真的要上班 變了我自己一個人臭 日後 老公又要睡覺 保眠 變了又是我臭 變了有一段時間 其實的確是很辛苦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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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我要熬奶 所以又是一件很忙碌的事 又要煮飯 煮飯 又要給老公 又要煮三餐 因為要煮還是給他 我就不用忙亂了 我又要煮給自己 所以其實變相 就 真是忙忙忙 現在就真的好了很多 因為隨著兒子長大 他現在懂得坐 又懂得自己和自己玩具玩 不需要刻意去 真的坐在這裡陪他訓練 做tummy time 雖然現在都有tummy time 但tummy time的方式也不同了 但是他就好像現在這樣 他可以坐定陪我來拍片 都是一件 很難的 因為之前 坐在這裡拍片 不夠5至10分鐘 他就已經大哭 又扭氣 現在就很多 總之他吃飽 睡飽 陪畫一陣 其實他已經是很開心的 可能拿著玩具 他已經是很開心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們近況 其實都可以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 因為我偶爾都會放一個storytime 或者是自己的post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都未follow我youtube 都可以follow一下我們的youtube 我們都會多數分享 我們未來其實就有計劃 很多人都問我們 會不會再生多個 什麼時候生 不如老公你說一下 你告訴我 你的身體的機能 機能 你說到我好像 我機能很差 不是 你說你要放榜 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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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運動的 schedule 是怎樣 是的 其實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這個小朋友 我是減了30磅才有的 我也是有這個小朋友之前 因為要確保護老公 可以給我時間減榜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肥大的人 如果我懷孕 大家都知道 我只會增加磅 不會無緣の很高 sensitivity 如我所想,生完嬰兒後,磅數雖然減十多磅 但也有肥過,也肥回我未減肥之前的情況 所以我必須再減肥才可以再懷孕 所以我們會生多個小朋友 打算在未來,因為我也想有個小朋友陪這個小朋友 因為始終有一天我們兩個八年歸老 好,我們都希望他有個盤子 我都希望他們可以兩個互相扶持 互相有個朋友聊天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兄弟姊妹都會這樣想 所以我們未來都會生多個 但什麼時候會有呢? 我們希望下年會再有 再懷孕,再多一年 我希望龍年會生多個 因為我兒子就是苦年,再多一個就是龍年 但這是我們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們上帝是否這樣說我們預備 至於生孩子和生女,我們都很隨意的 就沒有刻意的 但當然生女當然是最好 因為一仔一女就照顧一個好子 就是這樣 不知道未來之後的去向 就是我們打算生多一個 之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關心 這六個月我們的確不容易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隱憂 就是什麼呢? 就是生多一個 我們就會很忙 很忙 特別是兩個的年齡又不同 這個也是我們憂慮的 我也希望 神讓我們有智慧 繼續去面對這個挑戰 最後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之前有看開我的一個短片 就是我們轉了教會 原因就是 我們 對啦 扭計了 因為開始睏 就是 因為找到很多一些家庭 都是有小朋友 比較容易有同路人 所以就很開心 我都希望神繼續帶領我們這個家庭 去回一個新的教會 希望有好的生活 有好的祝福 希望我們都能夠在這間教會裡 有機會有一天去侍奉 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更新的 老公 老公要專心照顧 我希望和大家繼續在YouTube聯絡 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因為現在去到800人數了 我都很開心 雖然都增長得很慢 但我都希望大家繼續去支持我 如果覺得我有些短片適合 幫助一些其他剛剛移民來美國的人 又或者是 因為我喜歡去旅行的 如果有機會我們去旅行 就能夠拍多些片 和大家分享 你們又把這些短片 可以分享給你很喜歡去美國旅行的朋友 或者是有機會我們去歐洲旅行 希望可以再分享給你朋友 希望我的人數繼續得到1000 然後2000 3000 3000 4000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這段影片不會打字幕 因為實在太長了 如果聽得懂就聽 聽不懂就補房分 對 因為實在一個人要照顧小朋友 又要照顧家庭 又要去經營YouTube 的確是不容易的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鼓勵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這段影片 還有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我們這個YouTub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